這間房屋的牆壁和地板 幾十年來不停浮現詭異的人類面孔 對此西班牙政府把這些面孔整塊移除 並且送往研究機構 到底他們的調查 最後有沒有揭露到這個神秘事件的真相呢?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Professor Papa 今集是講述Bellmer's Faces的第二集 沒看過上一集的觀眾是可以在我的頻道裡面看的 在Bellmer's出現的神秘面孔 造成的轟動是遠遠超過當地居民的想像 很快西班牙政府就對這個超常現象展開全面的調查 水泥地板的樣本 隨即被送往西班牙國家研究評議會客下的 水泥玻璃材料研究所進行深入研究 他們對樣本進行土樣、化學和礦物測試 結果是找不到任何使用硬料的痕跡 但是就出現了一個異常的情況 一般水泥的主要成分是石灰、黏土以及其他多種礦物 研究人員好反常地在樣本之中 找到本來不應該存在的金屬、圓和身 根據研究人員的推測 Bellmer's Faces的構成是與這些金屬非常相關 而圓這種金屬一直都是製造硬料最常用的材料 含圓的顏料經過清洗之後 會造成一種暗瓦的物質沉積在物料表面 與焰孔展現的效果非常相似 而透過紅外線影像技術 研究人員發現 有人曾經對水泥面進行化學處理的痕跡 他們聲稱甚至連筆跡都清晰可見 並且說在任何一間化學藥品店都可以買到材料 調配出需要的化學物質 研究人員還對面孔隨時間的變化進行科學驗證 他們先為面孔拍照紀錄 之後用一塊白布遮蓋牆壁 禁止所有人接近 隔一段時間再拆開 結果表明這些面孔真的會隨時間改變 但這個現象並不是科學解釋不到的 研究報告指出 製作這些面孔的人如果使用了硫酸、燒酸等等的氧化劑 為水泥地板進行多層次的處理 就有可能做出這種效果 另一種說法是說 當事人使用了一種會對光線產生反應的化學物質 例如燒酸銀就會因為光線而變黑 不過有很多超常現象研究者都非常懷疑以上的假設 他們覺得研究機構只是硬找出所謂的科學理論 穿作附會去解釋這件靈異事件 總括而言 現在的輿論普遍相信造成這個事件的 並不是鬼魂的力量或超能力 而是幾十年來一直都居住在這房屋裡的 Maria一家人合作搞出來的一場惡作劇 事實上Belma's Faces的確為他們一家人 甚至是整個小鎮帶來了可觀的經濟收入 不知道各位又覺得這件事是不是真的靈異事件呢? 請大家留言說出你們的看法 接下來我會做更多的影片 希望大家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或者上Facebook給個Like